中共建党93年之际 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 这篇文章说 93岁的中共建入执政家境 文章将中共与已经灭亡的苏联共产党进行比较 认为中共在联系群众团结精英 善于学习这几个关键方面都做得比苏共好 与此同时文章也承认 中共在党建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而官员腐败问题有险突出 那么已经走入冒叠之年的中共 它的明天在哪里呢 祝党好果真就是祝国家和祝人民好嘛 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继续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呢 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 400 120 0551 400 120 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好 保身 好 现在我首先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 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文章呢 它对中共和苏共进行比较 非常有意思的时候 中共现在是执政65周年 而且苏共也是在执政65周年的时候 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灭亡的 基本上现在苏共和当时的苏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 那么您怎么看待环球时报的这个对比 我觉得环球时报这类的官媒 其实他们都是孙命在说话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当然他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他无非是从负面来接受这个苏共亡党的这个教训 然后呢 要补上一些漏洞 那么所谓联系群众 当然这点我们现在也看到 就是最近一直在强调这个党的这个群众路线 在这点上其实都是浮在面上的 并没有这个深入到真正的群众中去 也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些群众的疾苦问题 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群众所反感的所反对的这些个做法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认真的去解决 那么在团结精英方面 我觉得这个团结精英这个也是算是 接受了这个前苏联的失败的教训 因为这个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和苏共 确实是离心离德了 那么这个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团结不如用收买两个字 更为恰当 你只要看一看这个每年中国社会科学基金 那个花大量的钱去做一些无用工 然后比如像今年大批的项目都给了那些个中国梦研究啊 什么之类的 这类的这种无聊的课题 那么其实呢 对精英的收买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收买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呢只限于那些甘心做这个御用文人的人 对于享受真话的人 对于这个时日求是的学者来讲 收买也是不取作用的 所以说善于学习 刚才我也讲了 其实就是善于这个接受苏共那个失败的那些个负面的教训 就是我们坚决要反西方 坚决不能开放意识形态 坚决不能开放新闻自由等等等等这些 他们可能做的比苏共是要厉害一些 但是呢 这个腐败问题 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 从制度上来讲 并没有找到一条出路 现在只是一种体制内的自究自查 这种自究自查实际上过了一段 这个水过地堤是 这个今后还会继续发生 所以我想从体制上来讲 中共没有解决这个一个政治竞争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监督 能够监督这个执政党 体制外的监督也做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腐败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遏制 那所以这个苏共亡党 中共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谢谢 谢谢张先生 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 就是记得你去年还对东欧一些国家呢 进行了视察 那么考察吧 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 以您的观察来说呢 就是前苏共 苏共他的这个垮台 以及苏联他领导之下的 整个这个东欧共产国家的 这个分崩离析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知道羞耻 他们知道在最后关头的时候 显在了这个和平的解散 显在了这个垮台 那么前拿斯拉夫国家 他就没有显在资源垮台 结果因战争结束了这个 他的这个统治 结果造成了几十万人的 这个无辜的这个死亡 那么中共现在九十多年了 那我们有一句话叫 脑不知耻 视为责 就是你到了九十多岁的年 还不知道这个羞耻 今天的中国 真正上中共所讲的那样 是国富民强吗 今天的中国 我们稍微一定开关评出一下 可以说是近代史以来 最糟糕 最无厉 最危险的一个局面 不要说他的环境恶劣的程度 民论没有基本上的自由 那么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贫富巨大的这个差距 我可以说比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 还要民众很多 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 还有一些地区 民论自由是开放的 还有一些地方 政党是自己可以存在的 老百姓深圳的空间 有一些日本人不能侵略的地方 还是有相对的这个自由的 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块净土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谈火化 没有一个地方老百姓和官方不是对立 没有一个地方 环境是没有被污染的 现在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净土 现在很快由于一个媒体的报道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污染之地 所以中国的这个状况 在国际环境来讲 几乎从来没有这么恶劣过 今年也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纪念日 那么当年中国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的敌手 是日本人 但是今天中国在亚洲的这个居民 几乎可以说是四面楚国 在国际上的居民 其实这些国际有一些国家 它只是因为生意的原因 只是因为经济的经贸的关系 从价值来讲 它是不可能认同你的 也就是说在内心事件里面 它是不可能尊重你的 中国共产党的居民可以说是 也是它现场93年来 最危险的时刻 危险的比它所谓的长城潮跑的时候 还要民众很多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老百姓同情他们 因为他们也不满国民党的这个腐败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今天真正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这个老百姓 真正有基本上判断力的中国人 是不可能对中共现在的体制 抱有任何的希望 幻想和赞扬 所以中共的这个殖民其实是非常的糟糕 它跟苏共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苏共在最关键的时候 它显得了和平的下台 而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尽一切的可能性 让自己不下台 而且把所谓的亡党和亡国完全联系在一起 其实大家非常清楚 中共不亡 中国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兴旺 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不可能有真正的持久性的还人 只有党亡了 中国就有这个希望 所以不能把这个亡党和亡国 动不动完全灵活在一起 其实我们在平稍的舆论讨论的时候 也要防止这一点 党和国家是要完全隔离开来 好的 谢谢何平先生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不过在接听之前呢 我先念一个我们今天收到的 一位叫做中年消风的朋友 从中国给我们发来的电邮 他说我想对今晚93岁中共 建入执政家境谈一些想法 他说我相信中共眼下正面临危机 按照柏阳先生的说法 一个皇朝在建立六七十年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场危机 如果能够度过 一般都能延续二百多年 根据眼下中共的内外环境 度过这场危机的可能性 还是有的 这样看来 中共执政建入家境 至少还是有可能的 这是来自中国的一篇电邮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听一听云南的周先生 对于中共建入执政家境 有什么看法 周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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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专治完朝啊 哪一个都逃脱不了周七里 这一点毛泽东最清楚 所以毛泽东的方法是 还是要搞民主 但是他没搞民主 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 包括前苏联都逃脱不了这个问题 那么是否是渐入家境呢 我觉得已经有点危险了 现在四面楚歌 国内国外各种形式都不太很有 然后那个环球时报呢 其实扮演一个反面教材的作用 经常说一些提笑皆非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 根本不用考虑他的 我就说这一点 谢谢 好 谢谢云南周先生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高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刚才张立凡先生 还有何平先生的发言 我都听到了 我认为说中共执政 逐步走上正轨 是正确的 但是和谈不上渐入家境 现在的社会矛盾很多 但是我认为 现在还不需要砸这口共产国 为什么现在还不需要砸这口共产国呢 我的观点是 好的制度还需要好人来执行 制度本身还有没有脚的 制度本身又不能有所作为 必须要有好人来执行这个制度 你比如说印度是个民主国家 尼利亚是个民主国家 我跟印度的留学生也交流过 我在尼利亚也曾经工作过几年 他这个腐败还是很严重的 这个制度没有好人去执行 所以说在中国老百姓有清官意识 有民主思想 你也不能说它封建一督 你也不能说封建一督 还有刚才何平先生说 这个亡党亡国这个问题 他认为党会往的 但是国家不会往 但是我想问何平先生 这个如果说中国立刻实行歧视民主的话 中国要封列成四个国家 至少封列成四个国家 这毫无疑问 我认为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 没办法另一遍了 我认为中国至少封列成四个国家 哪四个国家 你是懂的 这个不用说了 您看 刚先生对不起 我来问您一个问题 我澄清您的一个观点 您认为中国现在制度是好的吗 是因为执行的人不好吗 制度也有很大的问题 执行的人 我们对权力还是非得有限度 刚才张立凡先生说了 绝对不搞这个新闻自由 我是读了环球时报的那个 93岁中共执政建立佳境那篇文章 有一些观点我是赞同 但是大部分观点我也不赞同 好的 谢谢高先生 时间关系只能 请您谈这么多了 我们再接一位云南的胡先生 然后请何斌先生做一下解答 云南的胡先生 您好 您好 喂 是我吗 是您 请讲 我想说的是 现在共产党员8600多万 我想说的是 现在共产党的宗旨 是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 其实实际上是全新权益为人民币服务 全新权益为领导服务 然后现在共产党它表面上满嘴马列主义 其实上都是难道女参 其实都是做生意 讲利益 所以说现在什么共产党执政建立佳境 我觉得都是拍马屁的话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云南的胡先生 何斌先生 我们现在剩的时间不算太多了 请您尽量简短的来回答一下 宁夏高先生的他的疑虑 中国如果要民主的话 必然会分成四个国家吗 首先就是民主并不是完美的 所以在有一些国家实行民主的时候 并没有完美的结果 即算是在西方一些实行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 也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所看待的是 绝大多数实行民主的国家 国家是比较稳定的 更重要的是他官员的选举产生 是经过一定的合法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的 然后受到监督 那我们讲到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好人 还是坏人的执政的问题 首先他的标准在什么地方 其实对于人民来讲 很难说有一些贪官 一开始他就是坏人 是经过了这个制度以后 使他感觉到这个制度完全可以滥用 权力完全可以滥用 他在这种变成了一个烂人 另外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首先的权力 是黑向族夜所操纵而来的 并不是通过一定程序 一定法律程序 尤其是公开透明的一个程序 所掌握了这个权力 上了这个位置 所以他的权力来源本身有问题 所以他的权力过程产生腐败 就没有 就是肯定是一种 逼人的结果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至于中国的民主化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会不会分裂几个国家 或者会不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种现象和担忧是正常的 但这不是民主本身带来的问题 是长期所捐制 所压制 所扭曲 所造成的一种病原结果 比如说埃及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很多国家 它的一些民主所出现的状况 你不能说它是民主的问题 它恰恰是专制所长期所积累的问题 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按照现在中国的政府这么去打压这个西藏人 去压制西藏的这个文化 破坏中国的西藏的这个增加自由 这么一种暴力的手段 去恐怖的手段 就对付这个新疆人 这样一种使新疆人和西藏人产生一种分离意识 我觉得站在人性的力量讲 难道不应该理解吗 今天是七七多少周年 我们曾经反对日本的侵略中国 那么我们怎么去隐忍 我们自己今天又去欺负别的民族了 如果我们不能尊重别的民族 别的民族去产生任何分离意识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觉得我们就应该统一在中国之下吗 中国在很早已经讲过 分久必和合久必分的意思就在于 只要在一种和平 一种公平的情绪之下 即使分裂和独立都不是人们 应该去解决这个目的 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好的 一个分裂的国家 有时候也是好的 分裂和统一不是我们一定的一个 接下来的条件 关键是和平 关键是互相尊重 好 谢谢 总之是人权高于主权 那么接下来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还接听最后一位观众朋友 辽宁的高女士 您好 请用30秒说完您的观点 你好 我觉得世界潮流 口号上上 顺之惹昌 低之惹亡 只有民主人权 不是价值 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同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变革 当然会来 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大多数民众 受不公的运营教育多年 民主的开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变革也更需要时间 所以我想对国家说 告诉人们真相 让他们自己选择 好 谢谢 辽宁的高女士相当的严谨一概 最后我想问问 张立凡先生就说 刚才高女士也谈到了 这个肯定是要顺世界潮流前进 那么说到这个独裁专制 在一个国家 能够长久地实行下来 老百姓呢 尽管我们刚才也讲到 他们对这个贪污受贿 是深恶痛绝 但是他们自己是急于去行贿 那么您怎么解释 就是这个专制制度 和这个文化本身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国民性 其实有的人否认 有的人坚持有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批评专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有一份专制 或者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 当你那个受压迫 受这个受官府欺凌的时候 你想反抗 但是一旦你那个坐上了 那个对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新的压迫者 我想这个在很多人 这个他们对这个贪腐 深恶痛绝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 这个每年都有大量的人 去报考公务员 当然今年是个例外 因为今年有点官不聊生了 大家不想当公务员了 但是在此以前 尽管人们对贪腐 有着这么大的憎恶 但是大量的人还是希望 挤入这个公务员的队伍 希望自己有一个贪腐 或者有一个那个通过 走势图发达的这种愿望 这个呢当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人性来讲 也许呢无可厚非 但是呢问题恰好从这儿产生 就是中国人现在没有道德了 因为什么呢 道德已经被毛泽东 这样的人摧毁了 在用文革 用各种阶级斗争这种手段 政治运动的手段 摧毁了中国的道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搞改革开放 无非就是变成人欲横流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其实在中共党内表现的更为突出 所以你比较那个中共早期的党员 甚至于50年代的党员和现在的这个中共党员 其实在道德情商上 那个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我并不是说这个 但主要问题是在于它的制度 但是我们具体到个人 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不是好人 但是呢 他有可能在这个制度下变成一个坏人 这个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 从中国的文化上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才有一代又一代的这种王朝跟别 从中共的党文化上 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反而把这种腐败文化扩大化了 扩大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党的组织和细胞中间去 所以这个也是共产党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想毛泽东有一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 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文章 是纪念中国共产党 诞生28周年的时候 在1949年6月20号 他写的这篇文章 他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 党也是这样 好 谢谢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实施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刚才有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 贵州张先生 四川州先生 河南王先生 对不起 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 实施大家谈的全部内容